最近听到一句话,说的是如果光陪着孩子不工作养不起孩子,但是如果出外工作又陪不了孩子,可能这就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写照吧,没有什么事情是两全的,只有我们自己去成恒利弊吧,毕竟自己也要什么样的生活,只有自己最清楚。 女子出当人母,孩子小只有辞了工作在家全职带孩子,之前不觉得因为自己和老公都挣钱,虽然有些房带车带,但是日子还是过得去,可自从孩子降临,开销就跟流水一样换,这让女子很头疼,孩子一天天大花费会更多,自己还是要尽快出去工作,于是在孩子一岁不到女子就把孩子送去婆婆家, 一是断奶,二是让婆婆帮着照看,自己要出外工作了,女子和自己老公商量每个月把甲积攒到一块,到时候可以多陪孩子几天,婆婆不识字,也不怎么会用手机,所以每天也不能视频通话,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,天天见不到男友不思念这一说呢? 好不容易一个月过去了,休了假回家看望,女子这个做妈妈,的差点,没有认出自己的孩子,因为孩子实在长得实在是出乎意料,原来孩子胖得脸上的肉都大拉下来了,手和脚胖得像脸偶一样,一吉一结的,询问才得知婆婆每次都会孩子吃很多, 而且不怎么让她运动,不光吃主食还吃各种各样的零食,越胖才健康,梁猴子听了盲说,老人糊涂,啊,细心解释一般,特别说到小孩太胖影响法律,婆婆才知道自己的错误观念,差点害了自己的宝贝,还说以后要调整方法,以上呢? 就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对本文有什么见解,转发或者留言评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